行动传爱爱无距离 国际市智慧MD3000 台湾总会等36位师友 7号下午在花莲县卫生局长见证下 捐赠了一部多功能 中型富康巴士 未来将会由台北荣民总医院 玉律芬院和花莲副理乡天主堂 转介临近贫困弱势长者以及生长者 来提供免费共产就医服务 让偏远的弱势就医医疗需求者 能够顺利就医 7日下午在花莲县卫生局大礼堂 举办国际师子会 多功能中型富康巴士捐赠仪式 有国际师子会MD300台湾总会 国际师子会300 以及国际师子会300F区等36位师友 捐赠一部多功能中型富康巴士 有卫生局长朱家强见证 台北荣民总医院玉律芬院院长赵建刚出席受证 因为第六是地管的希望 需要更多的需要的病患都把它签出来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国际医长 非常有智慧的看到我们南区的需要 然后就愿意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长照 低底盘的一个这样一个公车 这样一个请车子 让我们再巡回在南区的各个村部落里面 希望把需要可能带到医院来做最好的照顾 不论是玉林分院不论是凤林分院不论是台东分院 我们都会尽精尽力的去完成我们社区医疗 以及我们夫偏乡资源共享的这些责任 我们会尽精尽力去做到 不过在这个尽精尽力做到之前 我还是要感谢你们所有的大赛人 解除我们花东地区所有的乡亲 感恩 没有 我没有把功德放在我的口袋里 我把这些功德放在现在我们需要的地方 跟需要的人身上 谢谢李嘉 今天捐出是中大巴是我们多功能的中大巴 在接下来一月份我们将捐出我们的救护车 已经钱都捐补缴轻了 再来已经定金的缴了 我们一部设立筛检巡回车 在五月份可能就会送到这边过来 我对现场的承诺跟对我们租区长的承诺 今天透过他们大家的爱心 我们达成了我们在花园的承诺 再次掌声谢谢议长 你们非常多的大赛点 谢谢 未来这台中型富康巴士 将由台北荣民总医院育理分院 与花园副理香天主堂 转借临近卓西部落 贫困弱势长者及生长者 每周定期定点提供免费共成就医服务 期盼让偏远地区弱势 有医疗需求者能顺利就医 也让国际市指挥台湾总会 透过巴士 将爱心持续载送至花园南区偏向部落地区 记者长方眼花园师报导